感动会 这一集当中 我觉得第一个 让我觉得非常感动 或者说难受的是 来自于我们钟翰梁老师 因为两场battle直接输了嘛 输了之后 一下子要淘汰四个人 挺难过的 觉得我们 我感觉我们真的 拿到一个很好的表演出来 我觉得他整个在 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都属于一个 比较享受的状态 他没有想到说 连一分都赢不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 他刚刚意识到了 跳舞是开心的 但是淘汰是残酷的 所以他开始焦虑 他真的很享受舞蹈 很爱哇哇哭堡的 这些队员 就当四名队员 这个数字说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都完全没有想过 所以是直接 有点崩溃的状态 虽然说他是一个 很厉害的演员 但是这一段 他的状态情绪 给到我相信是每一个 看这一段的观众 都是一个非常 真实的情感表达 当他第一个哽咽声音 出来的时候 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的眼泪和他是同步的 好好地想一想 大家安静 然后苏联亚一直在安慰他说 不要哭不要哭 就他整个人真的 不知所措 我整个过程其实有一点 突然觉得很天塌上来的感觉 就是事情 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是一个都很难 所以当他觉得他想勇敢一点 说第一个是谁的时候 当他真的说不出口 第一个是 然后这个时候苏联亚一直指自己说 选我选我 说实话 淘汰自己 要比淘汰你的队友 心情要好得多 不要淘汰别人 淘汰我吧 但越是队员会这样的去为队长去考虑 为这个团队去考虑 越发的让钟寒良队长感觉 难以去从当中挑出任何一个人 对不起啊 我真没想到 一来之后要淘汰这么多人 所以刚刚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段当中 我看到了真实的情感 我觉得打动人的不是舞蹈 而是在呈现这个舞蹈过程当中 每一个人倾注的心血和精力 然后对彼此的关怀与照顾 其实钟寒良队长从第一场开始battle 然后到后面一步一步去组建自己的团队 到后面去比赛 我一直觉得他非常开心 而且我相信他也非常清楚 自己是四个队长里面 舞蹈能力不是特别突出的那个人 但是他真的很容易让你感动 因为当一个人知道自己 在舞蹈能力上 可能很难去赢了其他队的时候 他越是会拼尽全力 舞蹈我觉得让大家聚在一起 能体会到的不就是这样的爱吗 然后第二个 会拼尽全力 会拼尽全力